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618集 300万捐款,设立争容奖学金 这事和单纯给300万还不同 学校方面也是经过讨论的 这奖学金拿了,不会对学生有要求吧 要是把华清的学生都挖去香港工作 国家培养的人才外流 为了300万就得不偿失了 就像杨永洪说的那样 学生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螺丝钉 拿得工资不高,创造得价值大 任何技术和工艺的进步 产生的利益都可能大于300万 谁知道学生里会出现什么样的人物啊 推动社会进步的大螺丝钉被挖走了 是多么惨痛的损失啊 虽说香港还有12年就回归 也是华国的领土 可那儿已经够发达了 还是先搂紧人才 先发展神州大地吧 没有要求就行 那华清大学就能接这个钱 杜兆辉这一招简直是神来之笔 远在香港的杜征荣本人听了 亦十分高兴 谁说改革开放不好的 要是没有改革开放 香港和内地不会交流这么畅快 换十年前 杜家这样的想给华清捐钱 就杜征荣这样的 底子就不清白 肯定是政府严密防范的对象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有香港首富捐钱建大学在钱 港商给华清大学捐款 搞了奖学金基金 也不算敏感事 杜家也不是没在香港做过慈善 但在内地这样搞 杜征荣的心情还是有点激动 香港大半都是内地人牵过去的 哪有那么多原住民 杜征荣也是 混黑出身 在香港也算成了人上人 走出去是风光 到底不算荣归故里 杜兆辉随性的想法 被杜征荣这个枭雄称赞 三百万太少了 小架子气 再多加两百万 凑成五百万 五百万 以华国现在的工资算 一个人不知道要赚多少年 但对杜家来说 真的是少买一辆豪车的价钱 要是让杜征荣捐一千万也行 他是想着 这点子不错 今年捐五百万给华清 明年捐五百万给京大 内地有这么多大学 杜家并不着急 存在感可以慢慢刷的 捐款的数额又增加到五百万 新闻媒体不用通知 自己就来了 华清大学搞了个捐赠仪式 杜兆辉人母狗样的上台 把仪式搞完 还和校长握手 混了一张大合影 高教司也有领导出席 恰巧就是王副司长 记者们围堵着 夏小兰被307寝室的人 拖来看热闹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王广平 一介绍是姓王的司长 还和王建华有点像 夏小兰马上知道 这人是谁了 意气风发算不上 也不是大富翩翩的那种领导 可能下放时吃了不少苦 王广平看起来干瘦干瘦的 样子也比实际年龄大 精神倒是很好 看样子 王司长很喜欢出席这种场合 还和杜兆辉聊了一会儿 夏小兰心里 有说不出的诡异 就像她不知道自己 该不该出手干涉陈希良的命运 冥冥之中 命运好像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杜兆辉来找她 她说夏大军的事 去找夏紫玉 杜少爷肯定不能听她的安排 可今天杜兆辉就和王广平见面了 王广平又是夏紫玉的未来公公 见面的理由居然一点都不牵强 高教司关心高校发展 华清成立私人奖学金基金 高教司的领导出席不是应该的吗 所以这俩人就凑到了一起 夏小兰表情有点古怪 杜兆辉在台上也瞧见了她 台字下黑压压的人群 有记者有师生 乱七八糟的一堆人 就这么多人群里 杜兆辉也能一眼瞧见夏小兰 这丫头真她娘的漂亮 小脸蛋生得美 妖系胸大还腿长 皮肤晒雪一样白 眼睛看人时 好像随时望着一团春水 喜怒称笑都是在撩拨人 这种妖精天然的风韵 模仿不来 后天也装扮不成 好不容易现世 就该被人捧着 住大豪宅 出入有豪车相送 不是真丝的衣服 都怕刮坏她的皮肤 戴珠宝 临名牌手包 食指不沾阳春水算什么 那双脚 都不该去有灰尘的地方 待在内地的确很浪费 更浪费的是 长得这样油雾 性格却很强硬 杜兆辉嘴里 恩恩啊啊地敷衍着 和她说话的王司长 心想 等夏小兰看见 这个捐献仪式之后 不知道会不会后悔 之前的决定 其实留在内地 有什么好的 听说内地大学生毕业之后 一个月的工资 也只有几十块 在香港的茶餐厅打零工 一个月还能赚 几百块的港元呢 杜同志 王广平觉得 这人有点走神 港商阔少嘛 难免有点目中无人 竟在和他谈话时走神 王广平心中不喜欢 杜兆辉把视线收回 王司长的意思我明白 是想要教育部牵头嘛 要将这个奖学金 形成规模化 实不相瞒 我们集团呢 也有这样的计划 但是稍后要捐给 哪一所大学 捐多少钱 集团会开会讨论 现在还没有办法给你答复 这个王司长凑上来 开口就要说高教司牵头 杜兆辉对内地的风气 略有耳闻 这不是上来揽功劳吗 由高教司牵头 就是由这位王司长牵头吧 搞得征荣集团给大学捐款 都是因为王司长的缘故 抢功劳 杜兆辉不怕 他是个很现实的人 当面能勤勤热热叫杜正荣爹地 背后骂老不死的 王广平一个高教司的副司长 能给杜兆辉带来好处吗 如果能替杜兆辉打同关节 杜大少自然会捧着王司长 又没拿出实力 却上来就说要牵头组织捐款 丢给老梅 不是他自己出钱就随便开口是吧 虽然几百万是杜家买辆车的钱 那也要看花的值不值啊 给王司长打造政绩这种事 没见到好处前 杜兆辉是不可能松口的 王广平忍着杜少爷 别搅的普通话 两人说了半天 一句都没说到点子上 上次搞砸了补习班 王广平的确需要一个 比较亮眼的政绩 他就盯上看起来 人傻钱多的杜少爷了 杜兆辉语气中有敷衍 以为他听不出来 瞧不起他是高教司的副司长吗 王广平忍着脑意 杜同志啊 你对内地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有组织 有纪律 就算是港商 也要遵从内地的法律法规 与高教司合作 对彼此都有益 希望你啊 好好考虑一下 副司长就帮不上什么忙 杜少爷真是看扁了他 王广平帮不帮忙 另说 要想给杜兆辉添麻烦 总是行的 高教司要是不点头 今天这个捐款仪式 都能不作数 征荣集团以后还想捐款 也要看 有没有高校敢要 这个捐款仪式